几回生 几回时 生时悠悠 无定值 对不对 这个就是讲我们落入凡尘 在六道人回 几回生 几回时 生生时时 那个悠悠就是生又时 时又生 那无定值 就是没有固定在哪一道 因为六道之中 我们可能都走遍 也到过天道 欧修罗道 人道 出身道 第一道 恶鬼道 我们可能都有走过 各位有走过吗 因为修时善就可以到天道 时善也就是生口意 加一个不 生也不杀到瘾 口不饿口 妄言其两舌 意不贪真吃 这样也就叫时善 时善也就可以到天道 自己行时善 又牵挂众生来行时善 就可以进入转人圣王 来管理四大步骤 那我们就是要了解说 一落入天道了以后 因为都是受人朝拜 所以难免就会骄傲 所以等到他的福报进了以后 会落入三二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鼓励 完成了众生 行善的话都鼓励到天道 可是只要我们发心要修道 佛就鼓励我们去天道 就鼓励我们超越三境 就是修正能够成佛 这个才是旧境 毕竟在六道人为福报 那个时间都有限 那假如说还不够福分到天道的话 那我们就到人道来 所以我们人道 它是有德又有业 无德不转人 我们没有德 没有累积德 不会有人的身体 那无业也不转人 没有罪业 也不会出生在人道 所以我们人道是有德又有业 这样了解吗 了解 假如说我们是全部都是德没有业 那个是先佛的 那全部都是业没有德 那一定在三二道 所以我们是一半一半 有德又有业 那我们在生活之中 一定要进入真心佛心 我们只要进入 请真心佛心出来当家 让他来指挥我们的身体 那么所做的事情 就没有原因 存善无恶 所以用恒沙妙德来称呼 德好像河里面的沙一样 那么多 伊丽莎就是一个德 就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 可能没有到这个状态 不知不觉 都还会有 互面的念头出现 会不会有 不会啊 不会是最理想 可是我们都会有 那个互面的念头 一出现 各位要了解 那个就是恶 已经恶因照下来 很厉害 因为我们行为都是从念头来 念头一恶 我们就会做出来 做出来很粗浅的念 念头是很细 很深的念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最理想就是能够万颜方向 因应该有没有学着做 空闲的时候是福思乱想还是努力做万颜方向 可见都没有做了 因为没有那个美足气壮 有 这个一定要自己努力 别人都听不懂 别人都听不懂 脑海里面 无事乱想 绝对没有办法 请发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所以一定要把妄念都已经放下了 真心才会显现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 都尽可能的能够万颜方向 一年不分 那我们说要工作 要面对凡尘的事情去处理 那么我们面对凡事的时候 要专一 专一已经就是道 在道是中 所以那个专一 跟我们万颜方向 有直接的关系 能够专一 就能够万颜方向 那因为我们可以了解说 我们手上手做的工作 跟头脑里面手想的念头 有时候是不搭调 手做的是一回事 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时常都是这样 那个不专一 那个叫神上 我们的精神已经分散 那我们精神一分散 我们就已经在夜之中 照夜而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训练 自己专一 就是连游玩的时候 也要专一的去玩 会不会啊 要玩的时候 专一去玩啊 会不会啊 会啊 这个导致比较有 这个元气来 要玩都比较好 工作都有负担 所以在生活呢 所以在生活呢 就是已经在修道 不是另外找地方 不是另外找时间 而是在生活之中呢 就在修道 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呢 信念都专一 信念都专一 这个已经就在道子中 能够呢 时时时刻刻啊 都不死神上 那我们众生最大的毛病啊 就是神上分散 那我们呢 就注意 只要你稍微注意啊 那个神他就不会分散 那假如说是很厉害的话 我们可以用 注意自己的呼吸 注意自己的呼吸啊 会不会 各位前一前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会呼吸 知不知道 我们有在窗戏吗 有 有在窗戏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自己有在呼吸 所以假如说真的 我们的精神很分散 很厉害 那我们就把注意力 回到呼吸 现在是吸进来 现在是呼吸 现在是吸进来 这样就好了 简不简单 不要认为简单就不做 只要你做了 因为你注意呼吸 所有的呼思乱想都没有了 有呼思乱想会注意呼吸吗 不会 它不会同属存在 所以只要你注意呼吸了 一吸进来 一呼出去 一吸进来 一呼出去 各位前一前 那个肺活量会增加 肺活量一增加 我们那个抵抗力也会增加 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健康 然后呢 那个精神又不分散 可以得到很多利益 要修起来又很简单 用不用花钱 要不要花钱 不用花钱 要修起来对自己 帮助又很大 然后呢 我们呼吸一顺畅了 学艺循环也顺畅 然后头脑就清醒 然后道理就冒出来 这样懂意思吗 想不想做 好像我们听是一回事 回去了要做又是一回事 所以或者都鼓励 拿那个不管AMP3也好 是CD也好 或是看那个DVD也好 你把它呢 熟悉了是一些真理 真理都很熟悉了 绝对促成我们的行为 就怕我们不熟悉 不熟悉就不想去做 就会耽搁下来 可是时间不等人